CBA常规赛第26轮 青岛队与广东队的比赛 最终 青岛队以7分之差输给了广东队 从而遭到了一波三连败 输掉这场比赛 青岛队以8胜16负的成绩 排在CBA积分榜第16位 与第12位的吉林队差了4个胜场 现在联赛还有12轮 青岛队想要拿到一张季后赛的名额 已经变得十分困难 而广东队则收获了一波三连胜 稳住了积分榜第5位 不过 青岛队本场比赛虽然是输了球 但是 球员表现十分努力 在场上的球员都非常拼 在长时间内与广东队形成僵持状态 可以说青岛队输了球 却依然可以昂首离开赛场 在赛后 青岛队主教练吴庆龙也是肯定了球员的表现 表示自己对球队整体表现满意 当然了 青岛队本场比赛 若不是接连出现球员伤病 导致两名主力球员离场 也许双方结果谁胜谁负 还真是不好说 在下半场比赛 外援威尔斯崴脚受伤离场 而中锋李源宇更是被肘到嘴唇破裂离场 在第三节比赛末段 周鹏持球进攻 只见防守的青岛队红重化 被周鹏打到面部 走到场边显得十分痛苦 注意 下面的图片可能会造成一些不适 请慎看 接下来 青岛队球员李源宇 与广东队球员任俊飞在争抢篮板球时 被任俊飞肘步打到了嘴唇 直接导致李源宇的嘴唇开裂 随后李源宇倒地 嘴里血流不止 地上流了一地的血 画面触目惊心 接下来 只见李源宇用纸巾按住嘴唇 离开赛场进行治疗 在李源宇离开赛场时 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嘴不断流出血 让人看到十分痛心 就这样 在一个回合内 青岛队有两名球员同时受伤 由于裁判认为任俊飞没有犯规 因此 对于李源宇的受伤 裁判并没有任何表示 从慢镜头回放来看 任俊飞在摘到篮板球下落时 刚好他的肘部 击打到了李源宇的嘴唇 导致李源宇直接受伤 根据最新消息了解 李源宇离场之后 也是马上到了医院进行治疗 最终 医生给李源宇缝了12针 从缝针的数量 也可以看出了 李源宇失伤的非常严重 在此 也是祝愿李源宇能够早日康复 根据李源宇的伤病情况分析来看 他很有可能会缺席CBA第二阶段的比赛 再加上外援威尔斯 也有可能缺席接下来的比赛 可以说 这让青岛队雪上加霜 他们很有可能会无原本赛 积极后赛 当然了 在此也是相信 任俊飞并没有要去打伤对手的意思 这次造成李源宇受伤 只是一个意外 并不是有意为之 值得一提的是 李源宇是广东队培养出来的球员 曾在广东队效力多年 他与很多广东队球员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因此 大家也是没有必要 因为这件事去故意黑水